本月初 中国宁波港一名员工被发现感染新冠病毒 当局一度叫停了该港口的运营 引发了全球航运业的震动 这一事件凸显了全球供应链之脆弱 以及港口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 全球贸易80%通过海运完成 而港口是海运的节点 中国不但在本土坐拥世界十大港口中的七个 而且已在至少60多个国家 有国有企业投资 兴建原件或租赁港口 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 位于素有海上十字路口之称的爱琴海 辐射欧洲大陆 中东和非洲 在希腊与中围扼手通道之地 中国最大的远洋运输公司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中远 在2016年收购了该港的管理权 本星期 希腊一家法院又批准这一欧洲的南大门港口 向中远出售更多的股权 使中远在这一地中海重要枢纽的股权 从目前的51%提高到了67% 中远最近的另一出连台好戏 可能是德国汉堡港 Port of Hamburg 中远入股这一德国第一大港的谈判 或即将完成 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汉堡港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贸中心之一 是欧洲最大的铁路港口 该港官网以包括中文版 称这一欧洲最大的铁路港口 在通往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上 发挥着关键作用 汉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 首席执行官安格拉 提兹莱特 本月中旬在一个公开场合透露说 谈判进展顺利 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 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国际港口数量众多 但官方没有发布总体项目名录的平台 据中国最大的港口业务公司之一 招商局集团官网上的一篇文章说 在2000年 中企经营的海外港口不到10个 但是有中国学者的统计说 截至到2019年 中国在海外已收购 投资承建原件和租赁等形式完成的项目 总计已多达101个 这题为中国在海外建设的港口项目 数据分析的研究报告说 中国港口实力在近20年发展迅猛 中国收购 投资承建原件和租赁项目 已经遍布世界六大洲 英国前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 福克斯 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 迈克法兰 罗伯特 最近联名撰写的一篇文章说 今天 中国在全球拥有96个港口 其中一些地处海上贸易的关键地点 这也包括能源贸易 让北京在不用一兵一卒 一船一舰 兵不血刃的情况下 获得战略支配地位 中远官网上的资料说 截止到今年6月 该集团在全球36个港口运营及管理357个博位 其中210个为集装箱博位 码头组合遍布东南亚 中东 欧洲 南美洲和地中海等 此外 中国的另一大港口投资 开发和运营商招商局集团仅仅在去年就完成了位于欧洲 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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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集加勒比等地区八个优质码头的股权交割 使该集团全球港口布局拓展至27个国家 68个港口 中国港口企业官网资料 以及官方媒体报道等公开渠道的信息显示 中国收购、承建或租赁港口博位等投资活动 至少便及63个国家 观察人士指出 港口并不仅是船舶来往的停靠之地 而且直接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权 贸易往来 关系到造船、陆地运输、电网等等 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政策